今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聖教會也希望我們在這個陣子可以紀念耶穌基督被定在死的中心 在前任教中已經主任中的文徒十六四 他有寫過一篇關於十字架的神學 以聖保錄的神學為基礎 他在裡面說 對於聖保錄來講 十字架在人類的歷史中佔著一個重要的位置 也是對我們佔著重要的位置 因為十字架指的是那當作恩情般 四人也有受造的一種 十字架 十字架是一個可或缺的首要表述 對於這一點呢 我們可以有清楚的一些例子 尤其對我們來講 而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十字架呢 應該在我們的教會團體當中呢 是一個合一的一個象徵 我們因為耶穌基督的死 而聚集在這裡 而被定的那位耶穌基督呢 他因為他身為天主的格能 而視為我們這麼大的名為 十字架 對當時的有太太的來講 甚至對我們現在的一些想法呢 是半角時 屬於笨的人 在哥林多情書的一章 也提醒過我們 十字架的道理 為上我們的人是遺忘的 為我們得救的人 卻是天主的格能 天主決意以忘了道理 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的確 猶太良要求的是神經 西亞人尋求的是智慧 而我們所宣講的 卻是被定在十字架上的紀錄 這個對猶太良不來是半角時 為外公人 是隱忘的 這句話 我們常常說聽 常常說不到 而 我們知道 耶穌基督界的這個十字架 傳導的愛呢 是 祂用生命換來的 而 我們的生活呢 我們的一切呢 都以這個為基礎 在今天讀的孔難史當中 我們 可以看到 許多忠徒們的出現 文青 還有聖宗人前面 聖宗一到聖宗寺 我們說不過的 還有那位 出賣耶穌的優寶寺 對我們來講 我們應該是要效法 生活多忠祢的榜樣 而聖宗人 在三次 佛恩的主 在三次 說我不認識他 這是我們 常常做的 我們跟別人說 我不認識耶穌 尤其是我們在犯罪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我們 有機會的配感 但是我們 我們是真心慘的 耶穌對我們 是真心的愛我們 所以我們自己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們今天 也要像 我們的首任教宗 國多倫樣 有一個正心慘悟的心 在天主台前 求天主 示給我力量 示給我恩仇 可以再次了解他 是在十字架上 為我犧牲的一個道理 這點很突然 真的 不斷 我為人不找不可 謝謝 跟者 之間 也要 放不可 什麼 感谢观看